是的主播 画面中这栋四层楼高白色建筑 屋顶红色火光烧得猛烈 顶楼窗户窜出浓浓白烟 云梯车和一整排消防车现场待命 这起大火就发生在纽西兰首都威灵顿南部的一间旅馆 消防队员在16号凌晨12点半左右 接获失火的报案电话 根据外媒报导这栋旅馆内一共有92间客房 暗夜突如其来失火吓坏房客 超过52人紧急逃难 有的民众在屋顶等待救援 有的为了逃生从窗户往外跳 由于火势太过猛烈 至少出动20辆消防车 还有近百名消防人员前往灌救 但目前还有多人失踪 消防单位研判死亡人数可能攀升到10人 作证现场的消防指挥官痛心表示 这是威灵顿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的噩梦 不过引发关注的是这栋旅馆内 并没有任何消防洒水装置或是装设户外防火梯 消防人员回应 目前没有法规规定 老旧建筑需要装上这些设施 是不是有防火管理疏失 总理西金斯也表示将会全面彻查 祝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